然後她就下車 她下車那一剎那我知道 我整個腿都軟了 怎麼了 因為她手上操的東西 可是不是那個棒球棍 她沒有開後車巷 沒有 她就直接拿一個柔賴把 就那個剪子 就是很明顯這樣 我想說完蛋了 然後她就一直往我前面走 然後我真的 因為感覺我的腿一直在發抖這樣 我心裡想我快來不及了 那怎麼辦這樣 什麼鐵拳 我想我的命快沒了 誰換你的人才是急 完了怎麼解決 然後她就這樣 沒有 她就這樣 沒有 她就這樣 她就一直敲我的玻璃你知道嗎 因為我玻璃又很黑 我就不理她 我完全不理她 然後就一直 然後那時候你知道嗎 綠燈亮了 就聽到後面NO 因為我是第一次的路 她就這樣根本沒有位置可以閃 然後她就一直 想要這樣轉 一直這樣敲我的車窗 然後整個人就一直抖一走 然後後面一直 妳沒嚇哭 我真的 我那時候整個人都空掉 已經也不知道哭了 然後怎麼辦 還是要解決 我就偷偷的 我就把車窗妳知道嗎 搖一點點 搖大概這樣下來 她看到裡面 然後我就這樣看到 我說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這樣子脫口認 然後她就看我原來是個女的 認出妳來的嗎 沒有 她就啪嗦 她就笑了 她說 原來一個女人 我怎麼會找人開車這麼兇 妳也太兇了吧 這樣太危險了 說 算妳好運 因為 我就嚇到 我說IFO 我說謝謝 好像那時候除了這一招 也沒別招了 就是要用油膩 用妳充滿了淚水的大眼睛這樣 可是我真的嚇到了 對 老師 我這樣聽 我都覺得妳快沒影完蛋了 妳如果都不理 她搞不好就真的剝離了 那時候真的 如果可以不理 我也想不理 沒有 妳那時候在那時候 她是窗子都要給妳破窗的 她是一直這樣空我的玻璃 對 她的窗子 好可怕 勇敢 好了 我們今天聽到女性的來賓 在那邊講了很多例子 可能讓男性的朋友 會覺得很想叹氣 但是其實男生的那個理工的 機械的腦袋那一部分 本來就比較好 我們女生就是 妳只好要連香洗浴 就稍微讓一下 不過也是滿多人讓的 還是有好男人 謝謝大家 晚上大家收工好好的 平安的開車回家 禮拜一到禮拜晚上10點鐘 終點一日台新聞熱通 Bye Bye